刘玄德 我今日所为 便是抢金 这你都看不明白吗 主公 吕布的大军 忽然出现在城外哦 草包等人叛变 打开城门 吕布军队先已入城了哦 你说什么 啊 白奶奶 大哥 吕布纳斯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俺早就劝你砍了他 你就是不听 三弟你就少说几句吧 大哥当务之急是要阻拦吕布 二弟说得不错 吕布驻扎在小沛 手底下的兵马夹起来 不过三四千 只要将他拦住 拖到援军到来 便能轻松将他赶出去 主公 虽说战事紧急 但今日可是主公大婚 眼下咱们该当如何是好 这个嘛 主公 嗯 主公不如这样 由云长和义德将军先去阻挡吕布 主公可将弥小姐带回府上 待到完婚之后 主公再去临阵指挥 先和先生说得不错 大哥 你就安心成婚 城中军事交给我和三弟就是 就是就是 区区一个三姓家农 不足为虑 且看我跟二哥如何捅死他 也罢 既然如此 那旅部就交给你们俩了 兄长 事态紧急 还请速速将令妹请出来 后院 尼真身穿大红喜袍 绝美的面庞上 却是没有半分喜悦之情 想起当初在眼周时 跟虾人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 他只觉得心中满是忧伤 先生 不要怪我 只能说你我有缘无分 小姐 家主请你过去 嗯 不是还没到时辰吗 听说是城中出了乱子 所以刘周牧跟家主 想要提前完婚 城中突生事端 刘备等人一刻也不敢耽误 带着迷真马不停蹄的 朝周牧府赶去 然而就在他们刚出 迷腐不远处 道路中间出现两人 念带煞气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有刺客 保护周牧 杀 你来吧 你来吧 面对击乎 子龙拦住车架 别让大耳贼伤 到了你嫂嫂 好的大哥 飞虎队给我冲杀上去 协助子龙将军 夺下车架 杀 这些突然杀出来的兵族 各个精锐无比 一一档时 刘备见状心生俱异 正当他想丢下迷真退去之时 对方却忽然停手 主公 你快看 那个是不是瞎人 嗯 瞎人 瞎人不是投靠曹操去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小珍珍 你可让鬼夫当心死了 夫君 是 是你吗 你怎么 会来徐州城的 哼 我若再不来 你就要嫁给别人了 此番前来 我打算带你回去 你可愿跟我一同回去 我 我愿意 哦 子龙见过嫂嫂 大哥 眼下不是擦边之时 离开徐州才是正事 瞎人先生 嗯 此时两方人马已经停下厮杀 相互戒备地盯着对方 瞎人先生 你此番举措意欲何为 呵呵 刘玄德 我今日所为 便是抢金 这你都看不明白吗 瞎人 我主对你信赖有加 你不思报答他便是 今日竟敢来抢金 我报答他个鸡毛啊 这个大耳贼 满口假仁假义 当初之事便不谈 今我跟真儿两情相悦 他竟然要抢我女人 这口气输可忍 审不可忍 现何 不可对先生无礼 瞎先生 之前都是误会 即使被对你也是是欣赏 不如这样 你若跟你家小姐两情相遇 我便成全你们 只要你肯留下来辅佐于我 我便替你作媒 将他许配给你 你看如何 不愧是能居能深的大耳贼 被抢金还能忍下来 不过嘛 老子现在在曹老板那里 混得风生水起 想让我跳槽 跟着你颠沸流离 想屁吃呢 呵呵 刘玄德 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就你这样的人 迟迟都赶不上热乎的 虾先生 当初之事不过一些小小的误会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况且 徐州城界被森严 你想逃出去 也没有那么容易 先生不必为此审犯险境 就凭你们这些小卡拉米吗 今日有我赵子龙在此 而等休想伤我大哥分毫 还想留下我 做梦呢 等你先收拾完 吕布再说吧 小心连徐州城也保不住 子龙 我们走 吕布此人蜀目存光 今日突然翻脸 背后想必是有人指点 哼 并然是瞎人给吕布出谋划策 让他攻打徐州的 主公 要不要派人追杀他们 龚佑先生 李吉克率领士族追上去 不得让瞎人他逃出城 诺 献和先生 你即刻去找我二弟三弟 让他们分出一支骑兵 前去支援公佑先生 诺 借助于吕布攻城之乱 虾仁率赵云等人直朝城外冲去 在身后紧追不舍的孙前一众 被赵云以一己之力来回冲杀 追兵被砍得四处逃窜 而吕布这边 按照虾仁的指点 张辽率领兵州铁骑星夜驰骑 在刘备大婚之日赶到徐州城下 与曹豹里应外合 大军顺利杀入城中 刘备不敌率领残部败腿 都怪被识人不明 让吕布这司夺了徐州城 连累诸位沦落至此地 主攻严重了 这也怪我们 未能及时防备 主攻勿要自责 都怪虾仁那个混账 若不是他 那三姓家奴怎会想到联合曹豹 来夺取徐州城 义德说的是 虾仁这司果然不是什么好人 竟然还敢抢主攻的 非人也 简直非人也 此言诧异 说起来 这些都是我赴他在先 若是当初没有偏袒三弟 有虾仁的服从 我如今的势力 起码也跟曹操差不多吧 只可惜说什么都完了 想到这里 刘备在深深懊悔的同时 林林之中有一种预感 未来 虾仁将会是他的劲敌 恭喜周末 赫许周末 此番能拿下徐州城 全靠尔等帮助 或不是刘备 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自然会对尔等多加赏赐的 谢周末 对了 文艳 刘备纳斯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禀温侯 刘备军此刻正在小佩城中修正 哼 大尔贼 你也有今日 传我军令 即可猛攻刘备 温侯且慢 文元有何要说 文元 属下有一言 不知当奖不当奖 文元这话就太客气了 此战女工不可没 有什么话尽管说便是 温侯 不管刘备态度如何 当初毕竟是他输留咱们 若是猛攻小佩 天下人岂不是会耻笑温侯王恩负义 温侯不妨写信给刘备 表示愿意重归于好 并把他安置在小佩 一来展现温侯仁义 二来也可将他作为屏障 将来不管是曹操跟袁术前来进攻咱们 咱们就让刘备去打头阵 文元将军此言深得无心 就按你说的办 只是可惜了 那位叶问先生不告而别 说起来 此番能顺利拿下徐州长 这个叶问当居首公 温侯 属下还有一言 不知当奖不当奖 文元 你一个大男人 说话怎么如女子一般 吞吞吐吐的 温侯 先前刘备曾派出孙前为使者 前去许多面见天子 倒是听闻过貂蝉夫人的下落 你说什么 我的貂蝉在哪里 快说 据说貂蝉夫人跟林吉小姐 都被曹操赏赐给了一个 一个叫做瞎人的人 你说什么 曹梦德竟把我的老婆跟女儿 都赏赐给了同一个人 曹阿满 我跟你是不两立 却调查清楚 那个叫瞎人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日后我若遇到他 定当砍了他的狗头 温侯 据刘备手下的亲兵指认 今日节奏迷真的 呃 便是瞎人 叶问似乎是瞎人用的化名 他跟迷家小姐两情相悦 此番前来徐朱成 便是为了抢亲 这个混账 占有我的老婆跟女儿变霸 甚至还欺骗于我 让我帮他抢亲 瞎人 我必娶你狗头 明末 你出来的朋友 难免 砍 latency жд 后辉 棍材 刚